但是我觉得一个冰阵和温阵 应该不足以挽回局势 还应该继续布置鬼阵 通过更多鬼阵实现鬼神盛宴的高烧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圣灵面居然扑向了没有人的方向 这需要余队给我们解释一下 导播 麻烦重播一下刚才的画面 没错 就是这里 圣灵面用步枪向同一个方向射击 随即向空气发动的机械拳 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人啊 余队 麻烦再切一下圣灵面的主视角 你这么 小丁 看明白了吗 刚才那个应该是残影吧 但是还是蛮逼真的 所以肖时钦会把这个残影 当作一寸灰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残影应该是巧合 因为正轨好像没有什么制造残影的技能 所以肖时钦呢 这次是不走运 我觉得有点撒得莫名其妙 我刚在地上 这个残影出现的时机 位置刚刚好 是视觉起屏 视觉欺骗 视觉欺骗什么样 刚刚看到我一身冷汗 怎么这么诡异 我也不知道 等一番回来 你自己问问他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呢 你不是荣耀教科书吗 连你都说一眨眼的功夫 这些后辈都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一番刚才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正轨答案 老伟 后身可畏 挺好 我是 Johnny 你老母 这女的儿子 比如说 贵神圣燕冷却时间要到了 最后的机会 等等 圣灵妹临输前放出了机械追踪 一寸灰成功避开 但是触动了圣灵妹早已埋伏好的跳雷 她是什么时候不值得跳雷的 太精彩了 本局内台赛双方卫文带来了如此精彩比赛 让我们恭喜佳世再淘汰一人 同时 星星也终于淘汰佳世的第一名选手 肖时星在绝境中依然做出了反击 两人同归于尽 但肖时星完成了一挑三的重拳 肖队万岁 说好低调 管他呢 这么黑谁知道谁是谁啊 谢谢前辈 一帆跟以前真是大不一样了 你看他之前一直都前辈前辈的教育 然后跟在我们后面求指导 求光柱 你看他现在竟然可以自创新打法 还为战队赢下了关键比赛 在一帆眼里 这就是电赛普通谷谷的事情 每一场比赛 每一种大法 都是为了享受荣耀吧 星星还真是个出奇迹的地方 我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奇迹吧 他每天比别人多念三个小时 每个小时比别人多大两盘 每一盘又会尝试不同的思念 看来是一番在不断提速 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吧 队长说过 电子竞技从来就没有什么常胜交绝 有的只能是自强不息的 所以咱俩是不是应该回去训练了 乔一帆选手的超场发挥 星星最终以三人的代价 带走了佳氏的小时钦 你很棒 接下来双方会如何布局 星星会亮出底牌吗 真是令人期待接下来的对决 那么接下来这局呢 是本场擂台赛的赛点 星星战队是否能挽回颓势呢 星星战队第四位出场的 正是佳氏的前队长 也是荣耀史上第一个 王朝战队的缔造者叶秋 这场速农班的对决 即将拉开帷幕 好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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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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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头发上有东西 加油 我知道 加油 队长 加油 加油 队长 加油 我们看到家世派出的选手是 是 是邱飞 可能邱飞这名选手大家有点陌生啊 邱飞呢是家世战队本赛季 从二队提拔起来的选手 非常有意思的是邱飞师从夜秋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将看到一场 非常精彩的师徒大战 哎 对 对 那么邱飞这场大可 你觉得他是否能出师啊 阵法如果想你散弹的话 除非他跟得上夜秋的节奏 想让人印象你灵活激动出身 而阵法 老叶 老叶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决赛 你自己带你回来 跪着眼睛打完 不然你今天放着水啊 可就是明天掉的泪 不赢得比分你就 喂 喂 你的忠告他并不一定能听到 我就跟他说一下 好 观众朋友们 夜秋和秋飞已经准备完毕 双方角色进入比赛 比赛马上开始 这两位选手对彼此的打法风格 和操作细节都非常熟悉 这场比赛会审去很多事态 直接进入这军墨校 师傅 想什么呢 想着怎么打败你 大言不散 第一次登上正式比赛的舞台 把你乐疯了吧 要不先让你几招过瘾 免了一会儿回去哭鼻子 对面的星星叶前辈 你的垃圾话 对我没有用 还是这种不招人喜欢的脾气 果然如今的所料啊 一开始双方没有任何战属走位 直接冲向对方 但加上目前已经有两个人头的比赛 此时的夜秋责任重大 军火销必须尽可能多带走 几名选手 否则新兴的列台赛将非常危险 火花掌 非常流畅啊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攻击联系 但是真能做到这样流畅的先进 可能不容易了 火花掌